与自己的父兄比起来 孙权有很多优点 他好读书 不迷信武力 也更长寿 缺陷就是军事指挥水平不高 少了一些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 和随千万人五王以的自信豪放 与曹操和刘备相比 孙权又显得太过平庸 头顶上的光芒要黯淡许多 但在江东的一众武将们眼中 孙权却堪称一位不世出的民主 孙策还在世时 曾任命孙权担任阳县县长 当时主管财务账目的是吕范 孙权花钱大手大脚 每次出现亏空 私下向吕范求助 都会被吕范言辞拒绝 好在公曹周谷善于弄虚作假 总是将孙权的花销 记在另外的账本上以应付审查 孙权因此喜欢周谷而讨厌吕范 后来孙策去世 孙权继位 仍旧对吕范为以重任 却将周谷免了职 不再任用 吃尾战后 刘备亲自来进口与孙权会见 周谷和吕范曾力主扣押刘备 分化瓦解其布局 以胁迫关羽和张飞等将领 为以江东作战 但孙权没有接受 此计其实是个馊主义 关张等人非但不会就范 还很可能直接与孙权反目 刘备当时已是天下文明的英雄 孙权也会遭受唾弃 而大失人心 因此不仅是孙权 卢素等人也都不同意 但不论计策是否可行 孙权从不对部下出言责怪 而总是将责任拦到自己身上 公元219年11月 吕蒙以白衣渡江之计 偷袭关羽的后方 孙权也紧随其后赶赴荆州 当时周瑜早已去世 吕范则是以平南将军之职 镇守柴桑 孙权路过柴桑时 抓着吕范的手说道 子恒啊 过去要是听了您的话 现在就不用如此劳师动众了 现在我要去攻打荆州 请您为我守好剑业吧 吕范自此一筑剑业 统领扬州军政 吕范为人正直 极有威严 多次赴江东各地 平定山岳叛乱 战功卓著 缺点就是生活奢侈 衣着华美 喜欢铺张浪费 曾有人向孙权举报 说吕范和贺奇的服饰 已经达到了王公的标准 有剑阅之限 孙权回复说 从前管众就不遵礼法 可其还工并未怪罪他 如今吕范和贺奇的日常用具精美 舟船车架 工整庄重 不是正好可以展示我军的军威吗 又有什么可非议的呢 此前吴俊爆发叛乱 孙权命贺奇前去征讨 贺奇回军时 孙权亲自设宴为他庆贺 又请贺奇与自己并排坐在御车上 贺奇竭力推辞 孙权就命卫士们将贺奇强行驾上车 一路上骑兵跟随护卫 前方仪仗队开路 敲锣打鼓 歌舞奏乐 在建议的大街上来回游行 公元二十九年 孙权又用太劳之礼祭祀了 已经去世达一年之久的吕范 太劳就是以牛羊猪作为祭品 三圣齐备 这是用来祭祀天地和帝王的规格 吕范和贺奇生前都不遵礼法 被举报有僭悦之罪 孙权就当众 以超越人臣规格的褒奖和祭祀 授予他们 让诽谤者气急败坏 却又无话可说 这就是孙权 在军事上 孙权善于听取布下的意见 但绝不盲从 他明确的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鲁肃刚到江东时 力劝孙权绞出皇族 功法留表 占据荆州 张昭认为鲁肃年少轻狂 不够谦虚 经常在孙权面前诋毁他 孙权虽然对张昭很尊敬 但却没有因此而疏远鲁肃 反而对他愈加敬忠 赏赐给鲁肃的财物 也十分丰厚 甘宁归附孙权的时间很晚 可孙权却对他非常看重 对待甘宁 与那帮老臣毫无差别 甘宁也劝孙权 戏征皇族 张昭讥讽他说 我们自保尚且艰难 要是听你的 与皇族开战 江东必然打乱 甘宁回怼说 主公视你如萧和 让你留守 你却担心出乱子 好意思说嘛 当时很多仲臣都在做 孙权并未责怪甘宁 出来乍道 不尊重老臣 反而还给甘宁敬酒说 姓爸 西中的事我就托付给你了 作战方案你尽管提 打败皇族 你就立下了大功 何必跟张掌使计较呢 皇族与孙权有杀父之仇 孙权最恨皇族 其次就是皇族会下的主要将领 苏菲 于是在征讨皇族之前 孙权预先做了两个盒子 用来装皇族和苏菲的手机 可苏菲对甘宁有恩 当年甘宁在皇族手下效力 苏菲曾多次向皇族举荐甘宁 后又保举甘宁 做了朱县县长 这才让甘宁得到了抽身 投奔孙权的机会 公元208年初 孙权率军攻陷下口 皇族被斩杀于乱军之中 苏菲被俘 战后孙权设宴与中将开怀畅饮 甘宁为了给苏菲求情 磕头磕得脸上血泪横流 孙权深受感动 当即就下令赦免了苏菲 在东吴 宗亲地位虽高 但武将们彼此产生矛盾 孙权也从不寻思包庇 甘宁性情粗暴 与包括灵统在内的很多将领 关系不睦 甘宁起初住房在下口 归孙权的堂弟 蒸鲁将军孙角管辖 有一次孙角喝醉了酒 弃辱甘宁 甘宁就给孙权上书 请求脱离孙角 归入吕蒙罩下 孙权丝毫不给孙角留面子 写信责备说 甘宁粗鲁豪放 有很多缺点 但还算是个大丈夫 我爱护还爱护不过来 你却对他百般厌恶 你的行为与我的心意 背离得如此严重 我看你的将军 还能做多久 孙角渐信后大惊 主动与甘宁重归于好 右将军攀章 骁勇善战 但为人贪婪 挥霍无都 甚至借故 杀死自己手下的将领 霸占别人的家产 主管监察的官员 多次向孙权检举 孙权都因爱袭叛章的战功 而不忍心责问 孙权曾在给诸葛景 诸然和布智 等驻外武将们的诏书中写道 随君臣一存 又为骨肉不复事过 意思就是 我们虽然名义上是君臣 但实际上骨肉至亲 也不过如此 对于这些与自己 共患难的文臣武将 孙权确实做到了代之 如手足兄弟 他们中间很多人的离去 都曾令孙权干场寸断 仅鉴于史书记载的 就不少于16位 公元206年 建昌多位太史词去世 全甚到西之 公元210年 偏将军周瑜去世 全束缚举哀 亲自赶赴吴虎 迎接周瑜的灵鹫 并承担了举办丧礼的一切费用 公元212年 当时张宏去世 孙权看着他的遗书泪流满面 公元213年 偏将军董席 因楼传翻覆 在如许口溺寺 孙权亲临葬礼 并出资供养董席的家眷 公元215年8月 偏将军陈武 在河肥城来战死 孙权极其伤心 回军后 亲自为其举办丧事 并刺死了陈武的爱妾 用来殉葬 又永久免除了陈武名下 200户殿农的赋税和摇曳 同年底 哲冲将军甘宁去世 全痛惜之 公元217年 恒将将军鲁肃去世 孙权亲临葬礼 主持仪式 同年 偏将军灵统去世 听到消息 孙权垂着床坐起身 伤痛悲哀 不能自治 一连几天饮食骤见 此后数年 一提到灵统 就泪流不止 灵统的两个儿子 当时都只有几岁 孙权就命人将他们报到建业 收养在宫中 请名师教他们读书 起设 爱护的就像自己的子女一样 每当有宾客金箭 孙权就招呼他们过来 说这都是我的胡子呀 公元219年底 荡寇将军蒋亲去世 全肃福举哀 见蒋亲的老母亲和妻妾 都穿着粗补衣服 孙权命御府 给他们制作零罗绸缎 又将五湖地区的百姓200户 两天二百请赐给了 蒋亲的妻子儿女 同年 胡卫将军吕蒙在江陵病重 孙权命人将吕蒙接到公安 安置在自己的内殿中 亲自照料 依据国之力为吕蒙诊治 吕蒙去世后 孙权悲痛欲绝 一连几天茶饭不死 公元229年 大司马吕范去世 孙权在武昌身着素服 为其剧爱 一年后环渡剑夜 路过吕范的陵墓时 孙权忍不住大喊 自横了 哭得涕泪横流 公元236年 胡将军张昭去世 孙权亲自上门平调 虽然记恨张昭赤壁住乡 但孙权还是对张昭的毕生功绩 给予了高度评价 次十号文侯 公元238年 前将军朱桓去世 孙权得知朱桓生活节俭 家务余才 特地赏赐了朱桓的家人 五千户食盐用来治丧 公元243年 丞相雇佣去世 全束缚临调 次十号束侯 同年中书令看责去世 孙权痛惜感伤 一连几天吃不下饭 公元249年 左大司马朱然 在江陵病重 孙权闻讯后 寝食难安 夜不能寐 从剑夜派到江陵问诊的名医 和送药的使者 络绎不绝 朱然每次派人送来表彰 孙权都要亲自接见 向诗者详细询问 祝然的身体状况 听闻祝然去世 孙权束缚举哀 伤感悲痛 不能自济 在这十六人中 武将多达十二位 文官只有四人 且其中绝大部分 为怀寺集团的成员 江东本地 士族名门出身的文官 只有一位 即丞相雇佣 东晋史学家孙盛评论说 纵观孙权的仰视之道 可谓单精解释 费尽心力 所以这些武人才心甘情愿的 为他拼死效力 孙权指着周泰的伤口流泪 用尘武的爱妾来殉葬 祈求上天给吕蒙续命 服役灵统的遗孤 降低身份 与这些出身卑微的武将 倾心相交 虽然看似孙权本人 没有什么美德被世人传送 对百姓的恩责也不显著 但却能够建立 超出自己能力之外的工业 称霸京楚和五月之地几十年 这才是根本原因 孙权的主要对手曹操和刘备 都是百年难遇的孝雄 孙权本人又短于排兵不振 临场指挥 于是凭娇州靠布置 夺荆州赖旅盟 赤壁决胜 攻在周瑜 怡陵和石亭两战的胜利 则是仰仗陆逊 又靠着朱然和朱桓等人的神勇发挥 战胜了曹丕 就是凭借着这份 在关键战役中 每次都能选对人 用对人的独到眼光 孙权才得以在乱世中 存续自保 发展壮大 这还只是明面上的战争 背地里的案件 更是令孙权防不胜防 刘备曾亲口对孙权说 周瑜是人中之鹰 恐怕不会甘心久居人下 企图离间他们的君臣关系 曹操则是一边扶植孙奔 制衡孙权 一边与孙府暗通款取 这边赶着蒋干去游说周瑜 那边还没忘了派人 给太史词送当归 孙策在临终前曾鼓励孙权说 举贤任能各尽其心 以保江东 我不如清 陈寿则认为孙权心胸 不够开阔 好记仇 爱猜忌 在用人气量上 其实不如孙策 所谓以此名权 之不及侧业 但还是不得不承认 连潘彰这种行为不节点的人 孙权都能忽略他的过错 而记住他的功绩 其宝具江南 一灾 在凝聚人心上 孙权确实还是有两把刷子的 否则光挖墙角 就能把江东给挖散了架 又何谈顶足东南 成就地业呢 江东孙氏出身罕见 本就身受士族群体轻视 早年孙坚又曾一仗武力 无故杀害荆州刺史王瑞 和南洋太守张姿 孙策也曾被袁术利用 进攻卢江太守陆康 孙氏父子自此 与中原和江东使人结缘 孙策是在宗亲和淮四集团的支持下 才得以攻占江东 因此他手下的文臣武将 孙奔 孙甫 孙和 武警 张昭 张鸿 秦松 陈端 周瑜 吕范 蒋青 周太等人 几乎全部出自这两个派系 对本地的世家大族 孙策则是以杀戮为主要手段 予以压制和震慑 这就导致了孙氏政权 从建立之初就存在着先天缺陷 孙权继位之后 与本地士族之间的关系 比孙策时代略有缓和 大体上经历了从区别对待 到密切合作 再到猜忌打压 这三个阶段 其中第一个阶段 是公元200年到208年之间 当时孙策骤然离世 人心思动 江东局势极度不稳 孙权又太过年轻 缺乏执政经验 因此只好模仿兄长 沿用其一贯的强硬手段 当年在平定会计军时 孙策曾在东野纵兵屠城 杀进城内百姓 孙权就有样学样 在进攻卢江太守礼数 破城而入之后 孙权也在婉城下令屠城 经过一番血腥杀戮 婉城及附近村镇 基本被夷为白地 公元204年 孙权以终究不会为我所用为由 杀害了年仅29岁的 吴俊明氏神友 不久 少府孔荣又向曹操 推荐了会计明氏盛宪 可还没等曹操的 征闭诏书达 盛宪就已经被孙权杀害了 之所以说这一阶段 是区别对待 是因为孙权也并非一味残杀 对于那些愿与自己合作的名门高士 孙权还是给予了他们 出世为官的机会 比如出身于吴俊四大家族的陆逊 雇佣 朱桓 张云等人 就都是在这一时期进入官场的 如果说孙权对于他们 是有选择的任用 那这些人对孙权的态度 则是勉强合作 但谈不上拥戴 颇有点类似于入属之后 零零明氏刘八对刘备的态度 只是为了饭碗和身家性命 将就着凑合在一起而已 一旦有更广阔的前途 和其他的近身之路 他们就会毫不犹豫的背弃孙权 因此赤壁战前 这群明氏一窝蜂的全部主降 没人愿意跟随孙家这艘破船反复 赤壁一战 曹军折戟沉沙 盼着曹操一统天下 一统江东 顺便一统自己的美梦 坏灭了 他们意识到 在未来的很长时间里 孙权的统治地位都将不可撼动 孙权也认识到 只有得到本地士族的支持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自己的政权才能更加稳固 于是双方开始摒弃前嫌 进入融洽合作的蜜月期 在这期间 大宗明氏的政治地位迅速上升 有些人甚至备受重用 比如张宇去世后 妻子张温就被孙权破格提拔为选曹上述 不久又担任了太子太傅 随后作为特使出师蜀国 为武蜀联盟的重新缔结 发挥了重要作用 雇佣更是身兼数职 奉厚败相 被声认为大礼 奉长领尚书令 奉阳遂相吼 朱桓和陆逊 则被双双授予了兵权 内附一跃 外置观河 其中朱桓为奋武将军 并接替去世的周泰 担任如旭都 领彭成相 奉嘉兴吼 陆逊为右护军 镇西将军奉楼吼 虽然陆逊已经归为将军 列后 孙权还是专门 命杨州母旅范 去见陆逊为茂财 给他补上了一份高大上的出身 孙权还积极让孙氏家族的儿女后辈 与这些大族联姻 双方结成亲属 或服相依 荣辱与公 比如孙策的两个女儿 就在孙权的主持下 分别嫁给了陆逊 和雇佣的儿子顾少 孙权的次女孙鲁玉 则嫁给了朱桓的弟弟朱巨 一令战后 以千居五畅的孙权 将荆州军政 及与五蜀联盟有关的事务 全部交由陆逊处置 孙权甚至将自己的印习 摆放在了陆逊的官署之内 每次与刘善和诸葛亮通信 都要先征求陆逊的意见 两国军事合作的具体事项 及措辞与其轻重 有任何不妥之处 陆逊都可以随意修改 然后自行盖上孙权的印章发出 君臣二人如此亲密无间 毫无猜忌 被后人传为佳话 也代表着孙权 与江东士族之间的甜蜜合作 到达巅峰 但随着怀思人才的日益凋 和士族力量的迅速崛起 孙权环顾四周 还是隐隐的开始感觉到了危险 于是在公元224年 爆发了季燕事件 季燕自子修吴郡大族出身 经由张温举荐入室 官至选曹尚书 季燕为人清高 处事严厉 有志改变江东官场 鱼龙混杂 人浮于世的局面 他谈何百官 严格考察下属的品行 很多贪官被罢免裁撤 季燕惩扬扬扬扇 无疑是一位合格的选曹尚书 也是江东官场上的一股清流 但他触动了太多人的利益 孙权有意借题发挥 借惩罚季燕来处置士领领袖张温 于是便不顾是非去职 仓促给季燕定了罪 季燕失望至极 无奈自杀 孙权趁机将张温软禁 并下诏说 张温图目不轨 是季燕的后台 两人互相勾结 无恶不作 现在将张温免之回家 不再录用 骗将军骆统上书为张温求情 说张温并无非分之想 更没有叛逆的想法 这种罪名既不符合常理 也缺乏证据 请大王辩明真伟 以免玷污圣德 可问题是骆统的身份 与张温类似 会计落室也是江东大族 骆统的父亲 就是元臣国相骆军 孙权当然不会采纳 骆统的忠言赦免张温 心中反而更加愤怒 张温的兄弟姐妹 共五人全部被诛恋 张温的两个弟弟张琪和张白 遭免职流放 张温的三个妹妹 当时已经都嫁为人妇 孙权就下令强制他们改嫁 张温的二妹 本来是雇佣之孙 雇成的妻子 孙权派兵将张氏 从雇成家中强行抓走 随便找了一户姓丁的人家 就把张氏嫁了过去 结果没过几天 张氏就服毒自尽了 张温一家之所以 招此无望之灾 明显是孙权杀鸡敬猴 借此敲打江东氏族 以巩固自己的权威 对此史书中早有定论 三国之中说 孙权暗恨张温在出使归来后 赞美输国 又嫌弃张家的名声过于显赫 担心其最终不能为自己所用 就考虑找个什么方法去重上他 结果正碰到纪燕犯了重怒 于是孙权就借机 迁怒于纪燕的举荐人张温 除去心腹之患 诸葛亮对张温的裁剧人品 十分赞赏 听闻张温出事 诸葛亮苦思冥想 也难以理解 这样的干才为何会突然获罪 几天后 诸葛亮恍然大悟 对身边人感叹说 我终于明白了 张温的缺点 恰恰是对是非分辨的太清楚 对善恶划分的太明确 诸葛亮的言下之意 就是如今东吴的官场 暮起沉沉 大家都在浑浑噩噩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混日子 孙权又是一位感情用事的君主 向来只讲人情派系 不论中间善恶 在这样的环境中 想要出淤泥而不染 独善其身 不是自取灭亡吗 孙权称帝之后 又开始大搞特务政治 重用孝氏吕一 为其密奏督察 监视百官的特殊权利 吕一生性残忍尖刻 借着孙权的宠信滥用私刑 造谣重伤 朝中大臣 奸安太守郑宙 江夏太守刁家 都曾遭诬陷而下狱 就连丞相雇佣也被软禁在家 太子孙登屡次劝谏 孙权都不听从 闷闷闭口不言 生怕惹祸上身 后来孙权的女婿 左将军朱具 手下主管军饷的官员 被吕一拷打致死 朱具不敢招惹吕一 又可怜这名无辜的属下 就送了一副上好的棺木 以示哀悼 可不想吕一又因此捕风捉影 上表弹劾朱具 孙权多次派人前来责问 朱具只好主动 躺在草席上等候发落 不久此时真相大白 证实了吕一 的确是在无中生有 孙权感叹的说 连朱具都被冤枉成了这样 更何况其他官员呢 公元236年 孙权终于下令将吕一处死 并派忠书郎原理 去荆州代替自己 向诸葛锦 布置 朱然 吕黛等曾被吕一 迫害过的大臣们致歉 但这些人已经都被孙权 恐怖的透过统治给吓怕了 竟然全部闭口不言 只有陆迅和潘骏 战战兢兢的提了一点意见 且一边说一边流泪 言辞凄惨而被窃 孙权这才明白 这些大臣对自己已是失望透顶 东吴的君臣关系 已经走到了离心离德的边缘 孙权只好下诏承认了 在用人上的失误 已是自我批评 驴事件宣告平息 不过孙权的检讨 明显不是出自真心 公元245年 二宫之争爆发 太子孙和被流放 鲁王孙霸被刺死 嫔妃王夫人和丞相陆迅 则是被孙权活活骂死 陆迅的侄子鹿印 被抓捕入狱 受尽酷刑 侥幸生还 陆迅的外甥姚信被流放 上述谱也屈晃被免职 太子太父武灿和服役都尉张纯被斩首 武南都陈正和武营都陈相被一灭三族 当时雇佣和朱环已经去世 但雇佣的两个孙子 顾潭和顾成被流放致死 朱环的弟弟票弃将军朱炬也被刺死 继吴郡章氏之后 江东的另外三大士族名门 陆氏 顾氏和朱氏 尽数遭遇灭顶之灾 无一幸免 纪验事件 旅一事件和二宫之争 可以并称为孙权之争后期的三大事件 这三大事件的矛头 全部对准了本地的世家大族 从纪验事件的只针对吴郡章氏 到旅一事件涉及到雇佣和住居 再到二宫之争 牵连至包括陆逊在内的江东大族 全部遭殃 其激烈程度和影响范围 呈愈演愈烈之势 逐步升级扩大 从紧紧罢出张温兄弟的官职 到纵容履一威逼监视 严刑拷打朝中重臣 再到骂死陆逊 刺死诸巨 将几十名文臣武将 罢官流放 诛杀甚至灭族 孙权的凶残程度 也在逐步加深 面目也愈加正宁 已是垂垂牢矣的孙权 只能依靠诸葛克 腾印 等几位怀思二代中仅存的精英 和孙骏 孙琛 等一些德才不足 野心有余 贪资暴虐的宗亲 才得以托付江山 残酷的绞杀 无疑还将在东吴政坛继续上演 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 直至孙权去世之前 孙氏政权与江东氏族之间的合作 已经宣告破产 即使孙权再增加几十年阳寿 继续由他本人亲自做朝执政 东吴也难以走出 国势日益衰落 人心日益离散 凝聚力日益减退的泥潭 其公元208年到229年20年间 英雄辈出 君名陈良 上下协力 内外其心 连续打赢赤壁之战 如虚口之战 仪陵之战 曹丕南征保卫战 石庭之战 在军事外交上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地盘从区区江东六郡 到富有京阳交三周四十余郡 扩张三倍有余 直至成就帝王伟业 顶至东南 均临天下的辉煌荣光 以注定永不会再度重现了 对于出身怀四集团的武将 孙权表现出了极大的温情和包容 对于江东的世人群体 孙权的态度则是反复无常 百般猜忌 可唯独有一人 介于这两者之间 令孙权寂静又怨 爱恨交织 张钊 张钊是江东的百官之手 孙策的脱骨重臣 年纪轻轻的孙权 能顺利接掌政权 平稳度过 极为初期的动荡 张钊绝功之位 对此孙权心怀感激 众生铭记 但赤壁之前的战河之争 在孙权的心中 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武林江派那场碰天大火 带来的震撼 影响了孙权一生 此后几十年间 他曾数次回忆起当年的场景 戏虚凯探 不能释怀 公元21年 孙权被曹丕封为吴王 百官共同推举张钊 做吴国的首任丞相 但孙权力排众议 任命孙少做了丞相 五年后孙少去世 百官再次攻退张钊为继任者 却再度被孙权断然拒绝 229年 孙权登基成帝 当时文武官员汇聚一堂 孙权感慨的对众人说 如果没有捉公鸡 我孙权当不上这个皇帝 然后画风一转 对张钊说 当初要是听了您的计谋 我现在恐怕得要饭吃了吧 张钊文言顿时面红耳赤 惭愧万分 虽早年曾对孙权缺乏信心 但自赤壁战后 二十多年来 张钊一直忠诚其勉 心无旁骛地辅佐孙权 旷正其言行 建筑其过世 孙权当众也与这样一位 年逾七旬的功勋老臣 实在有点不合时宜 也有时帝王奉范 处置选曹尚书季燕时 孙权下诏 说季燕一家早就劣迹斑斑 季燕的父兄曾赋予恶逆 这明显是指孙策入主江东时 包括季燕在内的世家大族 不愿意与之合作 出世为官的历史 孙权小心眼 爱记仇 还喜欢翻旧账 这些三十年前 沉这么烂骨子的事 往往记得十分清楚 后来季燕自尽 张温被免关 张温的两个弟弟也遭流放 孙权还不解恨 又强令张温的三个妹妹改嫁 到底逼得张温的二妹 服毒自尽才算完 你说你堂堂一锅之君 跟几个妇人治什么气 可孙权就是这种性格 愤怒排山倒海而来 莫名其妙而去 在气头上 恨不得将别人踩在烂泥里 再踏上一万之脚 可用不了多长时间 孙权又会开始念旧 暗自追会 据三国志记载 随着老臣旧将们纷纷故去 孙权回忆过往 经常感慨善伤 或动辄发无名火 或埋头低手 一个人哀声叹气 他心中最怀念的首先是绿蒙 其次就是张温 早至今日 当初下手何苦如此决绝 以至于没了挽回的余地 其都为于藩忠诚刚直又有谋略 孙策以朋友之力对待他 去孙亲自赶到于藩家中 请他出山辅佐自己 孙权刚即位时 唐兄孙浩曾向攻取快计军自立 多亏了于藩挺身而出 写信劝阻 才化解了一场孙氏兄弟之间的夺权战争 于藩与王老 孔荣等名士都是至交好友 但他感激孙策 对自己的知欲之恩 坚决不肯背弃孙权 扬州刺史 举荐他为茂财 请他去授存作官 现帝任命他做事与使 召他去许昌认职 曹操以司空府的名义 争逼他去夜城 都被于藩拒绝了 但于藩刚毅率直 不善察言观色 屡次触怒孙权 再加上他江东士族的身份 更是让孙权心存忌惮 于藩最终被流放到了京县 好在吕蒙了解于藩的能力 一直在想方设法的搭救他 公元219年 孙权命于藩速将西上 恭喜关羽的后方 于藩趁机上书说 自己身体不好 于藩精通医术 请求令于藩随军 孙权同意了吕蒙的奏庆 结果于藩再次立下大功 公安守将世人 起初不愿意投降 于藩就签字给世人写信劝项 吴军开进公安城之后 于藩对吕蒙说 应当让我们的军队留下守城 由我带着世人的军队先行出发 以防生变 于是于藩又领着世人 来到将领城下 成功劝降了弥方 于藩本来准备结合军队 在城外庆祝一番 使于藩提醒吕蒙 小心城中会有伏兵 弥方虽想 但蜀军中的其他将领 未必与他一心 应尽快让大军入城控制局面 吕蒙顿时醒悟 事后证明城内果然有将领 在秘密布置伏兵反击 因吕蒙行动迅速 才致使计划没能成功 于藩心思缜密 多谋善断 就连问文帝曹丕 都对他甚为推崇 经常在朝堂之上 为于藩设一席虚作 以为可养之死 但这样的顶尖谋臣 却无法在孙权手下近战才华 没过几年 于藩就再次因为惹怒孙权 而被流放到了娇州 不久又因遭小人诬陷 被转而流放到了 更加荒凉的苍武郡 公元233年 孙权因急于买马 而被辽东太守公孙渊 当傻子狠狠的忽悠了一把 最终落得人才两空 赔了个地儿掉 事后孙权痛定思痛 认为自己之所以吃亏 是因为身边缺少有谋略 又敢于直言劝谏的正臣 于是孙权开始思念于藩 派人带着赵叔去郊州 护送于藩回归建业 只可惜使者到达后才得知 于藩已经去世 只带回了于藩的灵鹫 孙权追悔莫及 心中更加感伤 孙权到了晚年 小心眼的毛病越来越严重 会计人吴范擅长占卜数算 欲言无有不重 斩杀皇族 我作关于 吴范都曾提前推算出准确时间 孙权也对吴范的本领 十分信服 任命他做了太史令 孙权一度对占卜数极为痴迷 曾数次驾临吴府 咨询拜访吴范 想学习探究其中的奥妙 吴范知道 一旦教会了孙权 自己就会失去利用价值 因此始终坚口不严 早年孙权刚接位时 吴范曾预言 江东有帝王之气 还推算出了孙权封王的大致时间 孙权很高兴 承诺说 我如果真登上王位 一定给先生封侯 公元21年 孙权获封吴王 在宴席上 吴范提醒说 从前在吴郡的承诺 大王还记得吗 孙权当即封吴范为都庭侯 并命人取来了侯爵的受戴 给吴范戴上 可等到正式发布册封赵令时 孙权又开始念及吴范 不愿意传授自己 占卜术的事来 且越想越气 最终还是在封侯的名单中 抹掉了吴范的名字 方氏赵达也是一位占卜高手 孙权屡次求教 都被赵达婉言拒绝 惹得孙权又气又怒 赵达去世后 孙权听说赵达 有一部占卜书籍传于后世 就命人率兵查抄赵辅 结果却什么也没搜到 孙权恼羞成怒 将赵达的女儿抓入狱中拷打 言行逼问 有挖开赵达的坟墓 撬开赵达的棺材 最终仍是拖劳心力 一无所获 与擅长装病卖惨 表面忠厚 内藏奸诈的老细骨司马懿比起来 孙权的前后反复喜怒无常 很多时候确实是真情流露 并不完全属于表演性质 晚年老迈的孙权残暴婚会 流放太子孙和 必杀丞相陆逊 但仅一两年之后 孙权就后悔了 又打算召孙和回宫 只可惜阻力太大 没能成功 公元251年 陆逊的儿子陆炕 从柴桑回建业治病 孙权拉着陆炕的手说 我过去听信谗言 与你父亲不和 我对不住他呀 一边说一边流泪 哭得非常伤心 当年刘备率军东征 孙权承诺会把太子孙登 送到魏国做人质 草皮不相信 浩州就用全家上百口人的性命 做了担保 孙权得之后甚为感动 亲自给浩州写信 一直写到泪流满面 气不成声 武术联盟重新恢复以后 两国经常互派世界 最初是费衣来东吴的次数比较多 孙权很器重费衣 每次都要设宴隆重款待 捡费衣越来越受诸葛亮重用 孙权伤心的说 先生日后必将成为蜀国的栋梁 恐怕不能亲自来了 于是孙权就将自己的配刀解下 送给了费衣 后来主要使臣换成了邓芝 邓芝为人坦荡 孙权也以诚相待 两人相处的十分融洽 孙权曾给诸葛亮写信说 你之前派来的使者丁洪和樱华这些人 大多华而不识 不尽人意 能使两国亲密合作的 唯有邓芝啊 诸葛亮去世后 邓芝吊人江州都督 不再出使东吴 孙权想念邓芝 经常写亲笔信问候 又多次赠送给邓芝 丰厚的礼物 孙权晚年 出使东吴的使臣 又换成了宗玉 宗玉最后一次 从剑叶返回时 孙权握着他的手 流着泪与他告别 你年事已高 我也老了 咱们再也不能相见了呀 临别之际 孙权又拿出一壶大珍珠 送给了宗玉 对陆康 对昊舟 对邓芝 对宗玉 孙权的泪水 确实是出自真心 这不是在表演 孙权本身 就是这种 多愁善感的性格 偏激一怒 又容易动情 只是等到心情平复下来 孙权往往又会反悔 不认账 继续一意孤行 留备性格宽厚 善待下属 平生从未屠城 也从未一灭 任何大臣的三族 曹操为人凶狠 迫害民事 必杀功臣 屠戮百姓 与他们相比 孙权的个性 就显得太过平庸了 既没有刘备身上的江湖气 曹操慷慨悲凉的 诗词风骚和文章气韵 更是丝毫模仿不来 他建立的政权 虽然比曹魏 缺了几许中原气度 比蜀汉 又少了一些正统之名 但仅凭贫瘠的江东异渔 数次将占据 绝对兵力优势的 南侵北军 击退于长江沿线 不但保住了家族基业 最优秀的首成君主之一 毫无夸大 孙权最大的尴尬 其实是少了一枚主角光环 三国这场大戏 曹操和刘备争男一 关羽和诸葛亮争男二 后面还排着诸如袁绍 吕布 赵云 孙策 张辽 周瑜 司马懿 姜维 等各位偶像派和演技派的大佬 这几人腥味 哪个不比孙权浓 戏路哪个不比孙权宽 粉丝哪个不比孙权多 人生经历 哪个不比孙权 沧桑坦可 精彩传奇 这位主导江东臣服 达五十余年的君王 恐怕连前五都挤不进去 属实有点惨 他雄壮不如关羽 勇猛不如张辽 宽厚不如刘备 扩达不如孙坚 文桃武略不如曹操 英子俊秀不如周瑜 辉鸿爽不如孙策 苍凉悲壮不如姜维 阴险诡诈不如司马懿 光明坦荡不如诸葛亮 前半生给曹操和刘备当配角 后半生给诸葛亮和司马懿当配角 赤壁之战给周瑜做配角 宫曲荆州给吕蒙做配角 宜陵之战和石亭之战 又给陆逊做了配角 最终不甘心再做配角的孙权 决定将合肥当作扬名立万的舞台 却又被张辽拿来当了电教师 于是孙权再也没了翻身的机会 他在这场历史剧中的定位就这样尘埃落定 邪星 用地图推演的方式回溯中国历史 用通俗浅显的语言传播华下文明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就请订阅我的频道吧 感谢